因为我觉得APA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但是这一个呢可能也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沉淀系统的发展 所以说其实到了这两年才开始爆发 那这一个呢其实对于企业的一个帮助非常大 它在现今公司内部其实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系统 那这些专业的系统其实互相之间要打通需要大量的一个开发工作 而且互相之间其实也很难合并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业性 所以我认为APA其实是解决了在工作当中的最后一公里 有点像我们的小黄车膜拜 对所以说它其实是像浇水一样把我们日常工作当中需要设计到的各个的专业系统 以及一些线下的这样的一些工具 包括邮件包括Excel等等将它粘合在一起 完成我们最后一公里的自动化 APA目前是我们整个公司业务自动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接下来其实是可以通过APA的一些流程梳理 让所有的业务部门都能够在这个IT创新的过程当中觉醒 那同时也是接下来会跟由IT跟各个业务部门一起 把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APA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好 或者说是日常的工作也好 能够从自动化逐步的走向智能化 我觉得APA未来一定不是一个神秘的工具 APA未来可能就是我们桌面常用的 可能是下一代的Office 我希望这个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的 那我也是希望未来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些开发的能力 它其实应该是普及在每一个人的电脑桌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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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